Hello,大家好,我是二五 今天我们要讲讲关于纸丝和鞋丝的问题 什么是纸丝,什么是鞋丝 我们拿到一块面料 先要看它的金线和尾线 织布形成的布边方向 就是金线方向 裁开面料有毛边的这个方向 就是尾线方向 通常来说 金线方向的弹力比较小 尾线方向是有一点点弹力的 但这也和纱线的材质和制造的方法有关系 那么鞋丝在哪呢 我们把这块面料沿对角线对折 得到的就是鞋丝 鞋丝的特点是弹力非常好 尤其是45度的鞋丝 比如我们在带方巾的时候 很喜欢做成三角巾的形状 这时候弹力是最大的 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直丝拼斜丝的情况 第一个例子是斜裁的裙子和裙腰 斜裁的裙子或者是圆摆裙 在裙身和裙腰拼接的时候 就是斜丝拼直丝 为什么裙腰是直丝 那裙腰就不能用斜丝来制作吗 我们刚才说过 直丝是几乎没有弹力的 而斜丝是有弹力的 斜丝和斜丝拼接在一起 那中间的缝纫线都没有弹力 受力之后就非常容易扯断 但是裙腰又是需要受力的地方 所以裙腰是用直丝来做 但并不影响裙身是斜裁的 第二个例子是旗袍的滚边 滚边是要紧紧的贴合 衣服的边缘 那就会有弧线或是转直角的情况 这个时候如果用直丝做滚边 它没有弹力就会起折 所以滚边是用45度斜裁来制作的 而我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正裁 也就是按照直丝的方向来剪裁的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 直丝和斜丝并不是不能缝合在一起 而是我们要根据面料的特性 选择正确的方法 第三个问题 直角梯形群 是直丝拼直丝还是直丝拼斜丝 经过刚才的举例 我们知道直丝拼直丝和直丝拼斜丝 在工艺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直丝拼斜丝 这是否是古代裁缝 记忆不经乱作一通的结果 其实不是的 甚至有专门的缝纫方法 来把直丝和斜丝拼合在一起 这样做的好处是裙子更加贴合人体 也更结实耐穿 在实际应用上 我们应该根据面料的特性 来选择拼合的方法 比如说脚厚的棉麻面料 那我们直丝拼直丝和直丝拼斜丝都是可以的 因为面料不容易变形 那脚薄的雪纺面料 斜丝非常容易被拉长 就需要用直丝拼斜丝 第四个问题 关于经纬错乱的问题 首先没有规定 医生的经线要对着经线 尾线要对着尾线 经过上面的举例 我们知道经线和尾线都有各自的特点 我们要利用它的面料特性来制作服装 以上的四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你心里的困惑呢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长按点赞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